歡迎來到美腿TV 我是如意 我的身高162公分 體重秘密 我的星座是色魔座 射手兼摩羯 然後呢 今天要講的事情是 男生沒把握 就對女生做容易踩雷的 啊 好想打噴嚏 男生沒有把握 然後就做很容易踩雷的舉動 對 10個1到10這樣 然後再打噴嚏 請幫我解釣 謝謝 然後第10個呢 就是 男生幫女生吸安全帶 7T車的話就是戴安全帽 為什麼勒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握這個女生喜歡你的話 這個舉動就過過於親密了 就會讓女生覺得有點害怕 然後呢 第9個是 把對方介紹給家人認識 那講到一些女生沒有對你太大的興趣的時候 你就把 就是 把他介紹給你自己的家人 就會讓他覺得壓力比較大 而且會覺得太快了 第8個呢 是 不願對方意願 不顧對方的意願接送 就會讓人家很反感 第7個呢 過度稱讚身材外表 我覺得適時的稱讚可以 但是過頭就會覺得 有點扣分 覺得你很像宅人吃汗 然後呢 第6個是 盛太私密的禮物 insample 跳跳 蛋 跳 蛋 按摩 棒 之類的東西 這就太危險了 如果 那女生也沒有喜歡你的話 這樣很扣分 第5個呢 用手指頭搓跟捏女生的臉 這種動作我覺得比較適合情侶做 台北三喜的時候 這種動作就太過頭了 第4個呢 是 不經意的摟腰搭肩 你如果 就是還不知道對方有沒有喜歡你的時候 你就做摟腰搭肩 超扣分的 就會覺得很快 而且又會覺得 比較不珍重的感覺 對 第3個呢 是 無時無刻 頭雨 炙熱的眼神 就會覺得 你有事嗎 會讓女生感到非常不自在 是一個非常扣分的事情 那當然如果女生喜歡你的話 你用她的愛護的目光 當然也會得到相對的回應 可是如果對方沒有喜歡你 這動作就太可惜了 第2個呢 是 超積極造三餐問候 超積極造三餐問候 也是一件很反感的行為 會讓女生覺得很扣分 而且就是問候 我覺得你講歸講 不用行動表示 但是也不要太過頭 第1個呢 是 自以為帥的摸頭沙 他 嗯 我覺得這個動作比較適合情 當然 就是在確認對方 也喜歡你的時候 曖昧的時期 也可以做這種動作 但是如果 就是 沒有 還確定對方有喜歡你的話 摸頭沙這個體動就是非常扣分 所以她排行第一 大家都知道了嗎 我們前十名的這個 男生 容易踩雷的舉動 你們有做過類似的舉動 然後被女生給 就是 打槍之類的嗎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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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會發言 非常分析 非常分析 非常想和